OK 好 有位學弟 他說他可以接我進去 所以我又開始了part tour 安隆尼歐嗎 你好 哲生學長好 對 那這學弟現在在 目前在學校裡面是負責什麼 是校慶的活動 活動專案 對 然後他說他可以帶我進去 所以我現在就麻煩 麻煩學弟 因為 學弟的榮幸 謝謝 我們都很常在看哲生哥的照片 還有一些 還有點戲劇的影響 那我 那 剛剛只是回過 謝謝 好 那 你辦公室在哪裡 我們就在學務處旁邊而已 好 我們可以先繞一繞沒關係 OK 你要跟我一起繞嗎 可以啊 可以喔 可是我應該是不需要你介紹 哈哈哈哈 OK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那我就講我的囉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多了一塊石頭 上面寫著藍天之子 因為我們擁有台北市最大的天空 所以我們就自稱是藍天之子 然後這邊旁邊有寫到是 高中部的289班 學長們他們贈送的 那麼我在 在 1987到1990在這邊念書的時候 還沒有這塊石頭 所以這應該是 最近十年內才有的吧 我記得 十年前還沒有看到這個石頭 好 那麼 我看應該要怎麼走 我們 我們從 穿堂走進去好了 這邊校慶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邊穿堂 我記得有好幾年 他掛那個紅布 從上面這樣子垂下來 不曉得明年還會不會有 明年七十週年齁 要很盛大的 很盛大的那個慶祝 六十週年的時候 我也有回來 還有很大的一個蛋糕 好高的蛋糕 在中間的那邊 嗯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已經有 聖誕節 聖誕書的佈置 到時候這兩側應該都 會 擺了很多攤位吧 賣 賣紀念 書包 賣什麼什麼東西 有一年 劉貞 在這邊有一個攤位 他那一年初俗 結果也是我們 副眾學妹 後來嫁給辛龍了 嗯 好 那這邊可以看到是 上面寫了很多 祝福的卡片的聖誕書 喔 上面有班號 很多班號 部分 本來外面的圍牆 什麼時候拆掉 你知道嗎 原本外面 那是之前有做圍牆 後來又把它拆掉了 變成綠花 好好好 感覺比較沒有說 有一個 對 那現在教師的辦公室 這邊也是嗎 還跟以前一樣 教務處 在這裡 那訓導處呢 是在這邊嗎 喔 所以教務處在這裡齁 我印象中有一件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參加那個 國語日報的漫畫投稿 國語日報都會 一般都小學生在投稿 那我用高中的身份去投稿 所以幾乎每投必中這樣 然後呢 就會廣播通知 651班 某某請到教務處領那個 國語日報的稿費 就會來這邊領稿費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看中間這個走到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我有提到 我們南樓是 高一的小將上課的地方 那麼高二的騎士 就是在這個中正樓這邊上課 稍微比較不吵一點 離新義路再遠一點 那麼我在讀附中的時候 牆面還沒有這個鳳凰 這是後來再貼上去的 還蠻好看的 所以這邊是中正樓 南樓的名字叫什麼 就叫南樓 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南樓有一個名字喔 南樓有一個名字 看得到嗎 我記得南樓有名字的 因為它不是就只叫南樓 沒關係 反正就南樓嘛 以前北樓南樓 搞不好沒有名字 我不確定 我回去再查看 那邊西樓 西樓 東樓在這邊 以前我是附中人社 所以我們社辦曾經在東樓 也有在西樓 後來附中人社沒有了 變成附中人大船社 現在西班人是在舊北樓那裡吧 對 這個別 我們現在這樣走過去 現在走的感覺跟校慶的時候 來是不一樣的 我很喜歡現在的感覺 就會感覺現在就在這裡面讀書 那種氣氛 因為校慶的時候是很熱鬧的 那你會感覺自己比較就像校友 或是一個遊客來這邊 對對對 然後這個離異廉遲 這邊印象也很深 對 然後現在多了這個LED的這個跑馬燈 這是以前沒有的部分 好 然後我們現在通過了中正樓之後 前面就是新北樓 新北樓我記得是我讀書的時候建好的 新北樓 新北樓 大概每一年校慶的時候 這邊就會懸掛校歌 就這樣子掛了十幾排的附中 對對對 然後以前 新北樓的前面有兩個水池 現在不曉得它有沒有放水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就會被抬著 丟到水池裡面去 對對對 對 哈哈 尤其是快要畢業的時候 大家就會在這邊 對 這個32是代表什麼 代表學特快要到啦 哦 倒數的日子 沒錯 還有32天 哦 那新北樓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哦 不是國外主名學科 哦 人道健康科學民主愛國 是我們的校訓 哦 附中的校訓 人道健康科學民主愛國 嗯 好 哎 有好幾條 最後兩條 其實還蠻值得玩味的 嗯 當民主無限的擴大的時候 其實愛國的這個成分越來越少了 好 那麼不談這個 那我們現在轉過來看 這邊 是 中正樓 的 南側 應該沒有錯吧 我想想看 這邊是東邊嗎 那就是北側 中正樓的北側 啊 中正樓的北面 這邊 這邊的一樓可以看到 有巴德 忠孝仁愛心意和平 啊 看到這個就想要中華商場 好 然後這邊我們現在過來 以前 以前我美術課就在這邊的一樓 啊 有齁 然後對對 然後在這邊畫素描 對 對 我最有成就感的一個課程 哈哈 對 前面那邊有一個下去的這邊去 然後 這邊地下室的餐廳還有嗎 還有 喔 是同家店 但是還是有 OK 然後下面就是蜘蛛餐廳 啊 然後 好 這邊是北樓 新北樓還沒有出來之前 這裡就是叫北樓 那麼 因為後來有這個新北樓 對 我跟你講南樓一定有名字 因為新北樓叫做新明樓 是 那以前有一個舊南樓 舊南樓是有那個什麼 南樓什麼響板 那個南樓 對對對 然後那個時候是就是東南西北 但是後來舊南樓拆掉了嘛 因為是圍樓的關係 然後所以蓋了那個新的樓 所以它有一個名字 我 我也有故意想派 這以前好像也是宿舍 這裡曾經啊 可是以前是教室啊 以前以前南樓的時候 這邊是教室 然後後來蓋了新北樓之後 這邊就會被叫做舊南樓 就是南樓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會這邊叫 這邊叫新北樓 然後 現在這邊應該上面都是一些社辦吧 我們附中人的社辦 應該是在二樓那邊 一般附中的附中人的社辦 現在都會跟父親 父中青年是共用的 那麼 以前 以前最早 最早的校訓是放在校門口 校門進來的地方 舊南樓的時代 大概80年代 校訓 所以後來我記得校訓是搬到了 後面的那個 靠操場那邊 不曉得現在校訓 還在不在 就是人道健康那些大志 這邊是可以練舞的地方 我記得這邊 喔喔喔喔喔 哈囉 大家好 好 然後我們 國中部現在沒有了對不對 那國中部的建築物是拆掉了嗎 舊的拆掉了 就是現在變成游泳池 喔游泳池 然後游泳池 以前就有游泳池嘛 喔 現在 OK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傳說 大家在游泳的時候 下雨天然後打雷 然後全部人浮起來的那個傳說 沒有 沒有 因為呢 以前老師就是在警告我們說 下雨天不要去游泳 他說曾經 有一年 大家那邊游的時候 雷打到那個游泳池 然後很多人浮起來這樣 可能是用來嚇小孩的吧 那前面可以看到這個是圖書館 以前我們就是圖書館 那邊牆有可能因為 校慶的關係會有一些 喔 OK 然後 那個 我看一下草場 以前這邊 司令台前面 可以問一個問題 請教一下 之前我們有一些同學也在問 現在旁邊的那個豪宅是怎麼回事 那個 那個以前 以前好像是 托兒所 還是什麼 右右色什麼之類的地方 那現在那塊地方 原本不是附中的校園嗎 喔 突然冒出了一棟 一棟豪宅緊鄰著 司大附中的操場 這樣子 所以 所以 司大附中的操場成為他的後花園 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舊男樓的這一面 喔 鍛鍊 什麼 什麼 筋骨 什麼 強筋鐵骨 還是什麼的 什麼 然後復興 中華民族 嗯 是很勵志的幾句話 然後想 想到蛋餅駁 以前就在那邊 那個那個門口 蛋餅駁 蛋餅駁也走了好幾年了 以前我們會後門出去 對面就是空軍總部 超客為了吃蛋餅駁 他就會在那邊 因為他不能進來 那我們就要從後門那邊 前面那邊去買 嗯 喔 那個 很懷念的味道 對 然後 司令台 司令台好像變得比較大喔 對 以前沒有 以前沒有後面沒有那麼那麼那麼 後面好像還有一 現在後面叫風雨球場 喔 那邊是什麼 是打什麼球的 排球居多 喔 之後也會有展覽的用途 喔 那地點應該沒有變嘛 以前司令台就在這個地方 是變大了 我想起幾年前那個萬人 萬人唱笑歌的那個時候 大概這邊嘛 納豆主持嘛 然後像什麼富達仁學長啊 那很多學長都有回來 那時候就在這個大操場上面 喔 非常期待 唉 你懂嗎 非常特別 記住 哈哈哈 我們過去看一下 所以現在 現在國中部是搬到以前工藝教室的那個地方嗎 那是用 是新的校舍還是以前工藝 一樓有做演講的用 國中部我記得叫明德樓嗎 對 以前叫明德樓 那現在 現在就不叫明德樓了 那 那他後面的那塊地現在變成什麼樣 就變成球場 是 又變 以前球場在那個地方嗎 所以 所以移過去了 王 那邊是剛好是演技 喔 我們來穿過去 我們走 走有點過去 想到 打籃球的歲月 哈哈 懷念啦 以前 以前我們沒有什麼娛樂嘛 不像現在可以上網的 所以 可以 大概 客後 去社團打橋排 或者是就是在這個操場上打籃球 然後 有時候會走遠一點到 新生南路口那邊去吃德州炸雞 哈哈 那邊好像還有溫地我記得 那個 時報 時報廣場那裡 啊 鼎泰峰那邊 啊 這個樓梯間還記得 對 這邊上去是用池 那以前後面就是 所以他整個建築物就拆掉了 對 沒錯 這邊 圖書館 那 我看一下 就 就這塊地方了喔 對 就整個拆掉了 嗯 這邊人不跟 那個 不 眼皮 不跟眼皮 之前是就是靠著 對 眼皮嘛 嗯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就走外面 今天天氣 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 所以整個拍起來 就算現在天空是陰陰的 他也很有層次 從畫面 你看看我的畫面 從畫面看起來啊 其實那個色彩還蠻飽和的 就就就就很漂亮 對 很有FU的一個 好啊 這邊就叫圖書館 沒有沒有任何的名字 就叫圖書館 這裡簡稱 這裡是附中圖書館 簡稱附圖 發文不附圖 齒風不可掌 哈哈哈哈 對對對 我第一次看到附圖 而且兩個字是一模一樣啊 嗯 就是那個附圖 這邊有 鍛鍊鋼筋鐵骨 對 鍛鍊鋼筋鐵骨 然後 啊 這種 這個樓梯也是很懷念 就是這樣上去 我今天就不上去了 然後 然後 有 許氏文明的 理髮部 對 理髮部 還在嗎沒有了吧 我還在這邊剪過頭髮 喔 現在還有開嗎 現在不許有 OK 這裡齁 之前孝信回來 感覺這邊好像廢墟 然後垃圾 對 丟滿地 這邊的 那個感覺就跟西樓差很多 嗯 西樓整個都很煥然的事情 等一下我們上去走西樓 這邊 可以 走在這邊有那個 中華商場二樓的感覺 你可能沒有走過 不知道你有沒有 你知道中華商場 嗯 OK 所以理髮廳是在那一頭嗎 是 就知道底 以前叫高點盤 就是儀 那個儀隊 在練習 對 OK 好 現在 有男女合班嗎 有的 有 只有幾班還是 全部都男女合班 嗯 有 班數變多了 就相較於以往 以前 以前我們一個年級 只有一班 的男女合班 好 現在女生比例跟男生相較高 好 那一班就是那個實驗班 好 然後剛好是在女生班 跟男生班中間 是 小姐 我們那一屆是六五零 好 我是六五一 現在已經到一四了 啊 哈哈 很快 很快我就要差一千班了這樣 好 現在叫做 美麗光束 師阿 附中男女美髮部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對 所以現在這個是 目前的理髮部的樣子 還是有學生很賣啊 哦 那現在 現在價格是怎麼樣 現在也是一百把 我問一下 好好好 這個是附 目前我們附中裡面的 美髮部 我記得以前在附中剪刀網是幾十塊吧 五十塊還是多少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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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來 這個是目前的一個價目 一百 大概是我那時候兩倍吧 二十五年前 的這個 有看喔 好了謝謝你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還有Facebook喔 哈哈 好 我記得還有之前 小型號會放一顆氣球 唉唷 就是一個笑灰的 笑灰的 好讚喔 對就會在空中 然後這裡 呃 以前工藝教室在這邊吧 是 現在這邊是 是大樓拆掉了嗎 還是 在前面那棟就是了 你說的工藝 哦 然後再過去就是中心堂嗎 對 缺了一角的中心堂 聽說明年這裡會蓋游泳池 新的游泳池 游泳池喔 對 那舊游泳池呢 舊的可能是 蓋豪宅 別人的 哈哈哈哈 好問題 真的值得了解 好 那我們 我們現在看到前面 左前方是 不是左前方 應該是這邊 右前方是東樓 對 我們看一下那個美樹 它有一個樓梯下去的那個地方 怎麼看 走這邊嗎 可以 那有一個 對 對 對對對 這是一個 很讓人懷念的一個空間 很像是蘇格拉底時代的那種 對 這邊 然後美術班就在這裡嗎 嗯 以前很想讀美術班 但是 你知道我們的教育制度就是 你 你讀文族的才能讀美術班 我懶得背歷史地理 所以我就注定要讀李主 所以我考進來是 數理實驗班嘛 那數理實驗班 就永遠不可能來讀美術班 其實我們對美術非常有興趣 好 那現在也證明 有了網路之後 其實你也不用背 嘿 你也不用背那些 那個什麼 秦漢唐宋元明清那些東西 好 好 不過我介紹那麼多年歷史 其實很多台灣歷史 年份都記在腦子裡 哈哈 想到以前還要特地去背 還不是背台灣歷史 被那個安徽神纏什麼 黑龍江弄什麼這些東西 現在那些可能都被定義成 那個外國的歷史 等我一下 我的這個平衡軸沒電了 所以呢 你幫我一個忙 你幫我下面拿著 好 我把它拆下來 好 我用手拿著好了 好 對 但是手拿呢 可以 然後你可以幫我拿著嗎 可以啊 因為我剛好手機也有缺電 好 我就趁這個時候來沖一下 那麼 所以 接下來 因為我剛剛 有去拍其他地方 所以 用了比較多電 那麼接下來我們可以 看 你幫我一個忙 好 我把這個幫我插進去 我的這個充電電池 這邊 對 我們這個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沒有 有一個非常特殊的 就是3D列印的 好好我們去看 3D列印就想到我 附中高中 附中學弟 洪曉泰先生 他創 他在 他創立的那個 台北的第一個 一個 3D列印的一個工作坊 叫做 叫做 台北 哎呀 Ted 我對不起 也忘記你的名字 哈哈哈哈 CIT 反正都忘記了 他那時候你們 你們這邊這個成立的時候 他有回來 洪曜泰 嗯 那個 啊 什麼Maker 嗯 啊 那個 那個組織叫什麼 Maker 啊 Maker 好好好 不好意思啊 洪曜泰 我忘記你們 哎 Faber Lab Faber Lab Faber Lab 台北 因為我看到這邊有個Lab 我想起來了 對對對 你看 有沒有洪曜泰這裡面有沒有簽個名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護資工方 哎 主任你好 我 你們是在逛逛嗎 對我是651張哲生 就是回來 看一看學校 就拍攝 明年回復三十慶七十的一些影片 好用 謝謝 然後 然後 蛤 之前我學弟洪曜泰他有就是 好像有運邀回來 有有有有有 邀太 TED 我們是 他現在在台中 嗯 啊不好意思我洩漏你的心中了 哈哈哈哈 好 然後 他 他最近搬家了啊 他最近搬家了啊 他 對啊 對啊 我們小廟 龍不了他 他們 我 我這都可以拍嗎 可以啊可以拍啊 哦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地方以前是工藝館 的位置 啊 我想起來了 所以 之前我們曾經有住這邊做 校慶的聚會的場所 後來說要做這個 所以就不能再租給我們 借給我們用了 我們校慶活動那天就會 會 看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我的票夾 這個 來我們給鏡頭看一下 這我設計的 這是我們 附中人設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每一年都會做一個紀念品 對 很漂亮喔 有錢都買不到的 這個就是中正樓的那個 鳳凰 對 然後 因為 我們附中人社會成立 就是因為那時候 黃正球校長 來 創立的 然後當時他就寫下附中人這三個字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過 可能現在已經停刊的 以前有附中人 那個報 報紙 對 附中新年那時候也有 附中新年是一本的嘛 那附中人是每學期會 每一學期會出兩看 對 對 對 那個像報紙一樣 然後大家會拿去店便當的那個 對對對 哈哈 所以現在這邊是屬於 學生在上工藝課的 沒有 就是那個製造師的 是 是 給 也是給學生用的嗎 對 學生會做 的社團 沒有 會廣活動 或是設定盤課 社會科技課的 所以 不是工藝 不一定是工藝 現在有工藝課嗎 有 我們來看一下 他就是兩個 你跟你的 對不對 要有東西喔 哈哈 哈哈 啊 沒關係我就拍這個 這個是 情 很 什麼東西 只能一次 青春很短 只夠一次附中 OK 來來來 印尼就直接來 因為 可以 沒寫到嗎 怎麼沒寫 有啦 靈之眼算到沒寫 哇有有有有 對這個 被靈之眼玩到公司 要用那個 可以洗水 對 這個是不能洗水 好 被誰玩到沒水 我們直接用直播來譴責他 哈哈哈哈 好謝謝 謝謝你們 那我們先去其他的 好 地方看一下 哇那很漂亮 只夠一次附中喔 這幾年 附中最 受歡迎的標語 OK 對 青春很短 只夠一次附中 呵呵呵 你都不是 照到後面的學生 喔 其他學校的學生 OK 謝謝 謝謝 掰掰 好 接下來 畫面會比較不穩定一點 因為 我的三軸穩定器沒電了 所以呢 請大家忍耐一下 我盡量 盡量 還好橫的畫面會 比較不會那麼晃動 我們現在前面看到這個是東樓嗎 我最後想去走一下西樓 對 西樓齁其實是最有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每次到了下課的時候 四點下課以後 就是太陽要西下了 那麼陽光就會從西樓那一側的窗戶照進來 然後呢 對很有FU 然後在社團 你知道那時候社團是 你唯一有機會跟女同學 一起 在同一間教室裡面上課的時間 對 除非你是男女合班嘛 對 那你就會看到有的女同學 就靠著那個窗戶 又有陽光灑進來的時候 哇 非常有情調 我們那時候是很純的 就是 你知道欣賞女同學 然後 然後 所以那個西樓的景致 是對我們來講 就 對 有一首什麼詩 什麼獨上西樓的那個 嗯 對對對對 哇這個都有重新再改過 現在這個是 會議室簡報室 好我們現在走在這個 你可以幫我問出來 南樓叫什麼名字嗎 我試試看 好謝謝 好我們現在請我們的學弟 Antonio 幫我問一下老師 我們進來看一下老師的辦公室 叫自善樓 對對對我想起來 謝謝謝謝老師 自善樓 對 自善樓 對 因為我一直 記得他有名字的 自善 中正 新名 就是我們 這個 東西像 東西 的 跟東西像平行的這三棟樓 高一在至善 高二在中正 還好沒有被要求改名 現在好多中正都被要求改名 然後高三在新名 也就是我們講的新北樓 那我們前面 我們現在下課時間嘛 現在四點 對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學弟妹 紛紛的走下來 哇現在大家衣服其實都還滿自由的 就是可以穿自己什麼戲服啊 班服的那種外套 好 我們現在經過這裡是總務處 現在學校裡面有這個無障礙設施 還有電梯 這塊草地也是 以前大家要拍照的時候也會在這塊草地上面來攝影 然後有很多人 尤其是校友 他們要拍婚紗照 還什麼 回到腹中來拍 大概都是西樓的這一面牆 這邊 那個如果光線從東邊這樣灑過來的時候 真的很漂亮 那個紅磚牆 然後我以前高一的教室就在這邊上去 之後轉過去的第二間 第一間是650 第二間就是651 然後以前這間是女廁所 所以我們要去比較 遠的另外那一邊男廁所 然後記得樓梯線還有很大面的鏡子 是不是這邊 還是哪裡 對對對 有這個 那以前就有存在的鏡子 很大面的鏡子 可以整理儀容 然後 以前我們班就在1429班的那個位置 嘿 那 那 好好好 有訊號了 嗯 好 我以前曾經在這個教室 度過我的高一的光陰 嗯 桌子應該都改了吧 啊 不然可能可以找到我的殼子 所以以前我們下課的時候呢 過去那個 那個附中人社就在這邊 最早我高一的時候 社辦 就在這裡 然後後來 高二的時候搬到東樓 到高三還是在東樓 這樣 然後這邊進來 啊 這個 這個 空間也很漂亮 對啊 沒錯 以前有沒有這個燈啊 嗯 我忘記了 然後以前我們的戲 呃 社辦 應該在這一間 不是這一間 就是那一間 嗯 然後從這邊可以看出去 啊 有看到有學弟在 在攝影 這邊孝信的時候有時候會搭那個 同軍他們會搭一些 欸 組 同軍他們會組 用木材啊 組合成一些 一些什麼結構啊什麼 就會放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塊草地上 烏龜他們明年有可能會在那邊野餐 哦 很好啊很好啊 對啊 像大安森林公園 對 這個都關都鎖起來了 然後 然後我現在好像合作社 是在這邊一個合作社嘛 是 合作在一樓 然後孝時室在前面嘛 對沒錯 那個孝信的時候會有開放的 那時候我就進去看 對 孝時室 沒錯 合作社是在這裡的一樓 對沒錯 之前回來的時候還是王成雄老師 在那個合作社 他也是我們以前的物理老師 哦 不過他應該也退休了 然後這邊喔這邊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牆面上有班號跟哪一屆是不是 是 幾年的 幾年幾班 這個這個是國中部的班號 來來找找看 如果我沒有記錯我應該是第五十屆吧 我是1990年畢業 我看我沒有記錯 第九九零第五十屆六四到六六九 我是六五一嘛 那明年回來的是四十七屆 五六六到五九一 我們來聽這個音樂 這個是附中的一個特色 用號角聲來取代一般學校會用的中聲 這應該就是放學了 就是下課的時候 所以明年是2017就是在1987年畢業的三十周年 現在附中有一個活動就是回復三十 每一年校慶的時候 已經畢業剛好三十年的那一屆就會辦一個叫回復三十 畢業三十年之後 好剛剛訊號有點不好 我們剛剛在那個樓梯間就是看到 每一屆哪一年畢業 然後第幾屆跟班號的這個介紹 那明年就是第四十七屆畢業三十年的日子 那麼現在這幾年開始有一個校慶的時候就會有 那一年是畢業三十年的那一屆會辦一個回復三十 三十 畢業三十年後回到附中的一個活動 那明年剛好又是附中的校慶 七十周年的校慶 在這邊跟大家簡短講一個附中的歷史 就是附中的前身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他前身是另外一個學校嘛 附中是1947年才改名叫斯拉附中 那最早是1937年的時候創立 所以呢 目前我們第幾屆學生都是依照1937年那個時候來算的 所以明年畢業三十周年的是第四十七屆 那麼 可是校慶呢 卻是以1947年開始算 也就是離創校的那個1937差了十年 那1947年四月十號開始改名為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所以就在那一天 就把那一天四月十號定為附中的校慶日 那麼是1947年四月十號 所以明年就是七十周年七十歲 那麼明年的校慶是在四月八號 每一年大概都會在禮拜六或禮拜天 也就是校慶之前的禮拜六或禮拜天 那麼明年的校慶四月十號是禮拜一 所以就是在四月八號會舉辦 更正四月九號禮拜天就是校慶當天 是嗎 那麼那麼所以那麼我錯了 好 四月八號呢是他們回復三十的活動的日子 然後四月九號是校慶 所以一般校慶 這是禮拜天嗎 好好好 鄭重的更正 明年的七十周年的校慶活動是 2017年四月九號禮拜天 為期一週到四月十五號 從四月 那所以第一天就是會有園遊會 早上會不會安排唱校歌的活動 我相信大家會自主的發誓 一定會有的 OK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空間是在西樓的一樓 一樓等於是西樓的最北側的地方 以前這邊本來就是一個空間而已 現在變成一個 一個展覽的空間 我常看到就是攝影展嘛 下面這個是怎樣 是已經成熟了 所以掉下來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通過這個空間可以看到就是 新的國中部的大樓 這裡 那邊是不是 也是叫明德 對啊 我想說應該不要改名字了 所以它的名字還是跟以前一樣叫明德樓 是新的大樓 那旁邊這個是叫 是 是屬於停管的空間 就是有籃球場 OK 這邊還有一段我的往事就是 以前這裡也是停腳踏車的地方 現在多了摩托車 以前沒有摩托車 以前你高中還沒畢業騎摩托車是違法的 然後 然後 腳踏車有一年 騎來 剛買沒多久 新的腳踏車 我記得都跟著那個公車屁股後面走還蠻難過 騎來停了 剛好那天遇到颱風 然後隔天就停課 然後 再隔一天來的時候 我腳踏車剩下 鍊子 噢天啊 就是本來練在前人的鍊子 鍊子還在 然後被鍊在別的地方 鍊在旁邊的柱子上 還在 然後車子就不見了 所以 我就騎一次腳踏車到學校來 對 然後後來也就沒有再騎腳踏車上學了 對不對 後來都還是坐公車 坐二十路 在中華路 要走 要經過那個平交道以後 走到 中華路南站 然後坐二十路來 在斯拉夫走 在那邊走 所以 這是室內的籃球艙 所以這個也是新的嘛 新的體育館 對 會有校友的籃球賽 有有有 有一年我有看到校長在裡面 不是現在的校長 上上任的校長 嗯 然後 你哪一年畢業 我是2009 2010年 11年 喔 OK 所以你現在在讀大學 畢業的 研究所還是剛退伍 喔 OK 所以 學弟現在是在負責70週年校慶的 對 創新活 對 創新系列的活動 創新系列活動 所以這個專案就會進行結束 你就結束 這邊的活動就對 是 那今天真的是 很謝謝 剛好 剛剛學弟有看到我 之前那個直播 喔有啊 對 知道 我沒有辦法 不得其門而入 所以馬上跟我聯絡 就出來帶我進來 好 那現在我們又回到校門口 那麼 今天這個直播就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 那麼 各位附中的校友 要記得 雖然還有四個多月 那麼就是在明年 校慶大家都知道 四月十號 對 會有專屬的官網 會有官網 還有Facebook 這些活動都有 對 那我會在我的Facebook 會跟大家分享 明年四月九號禮拜天 開始會有為期一週的一個 七十週年的校慶慶祝活動 那麼四月九號禮拜天 那一天就是會有很盛大的園遊會啊 很多很多的活動 那麼各位校友有空的話 請務必回來一起共襄盛舉 慶祝我們腹中七十歲的生日 那麼明年畢業三十週年的第四十七屆呢 也可以關注我今天 今天清晨發佈的一段 那個王傳英學姊 王新平學姊 她有錄了一段那個回復三十的宣傳片 裡面也有對於回復三十這個活動有做一個介紹 好 那麼 欸 好 那個 最後要講什麼 哈哈 好 來來來來 來來來這邊 耶 好那個 拜拜 拜拜 拜拜